詞曲 李宗盛 我是覺得以前生活都太匆忙了 就你開始把腳步放慢了 慢慢去花點時間感受而不僅僅是路過 愛樂之城 有關愛與音樂的旅程 好嘞 多大多啊 大概22多半 哇 好舒服的溫度 在這邊的音樂人都是自己有個葡萄園 自己有個獨棟別墅在山上 一個人可以很宅很宅 一宅就宅一個個把月也帶著不走的那種 只要來美國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特別想要吃點 國內的菜的味道 我們到這邊先去了一個叫私房菜 叫A-Tables 這個待遇真好 來 坐坐 溫馨的感覺 一個廚師很有名 就幫你做一個一個One Table大家 你懂 蠻流行 台灣也有 香港也有 中國大陸 上海很多 北京 然後香港人家來 Elevener Bar 這都是上海人的 必須 這邊看上去整體的裝修 其實是給人很舒服很溫馨的 對 因為我們來這邊的話 大家都會想念說 我要想要吃家鄉的味道 想要吃中國菜的時候 就到處去搜索 但是我還是第一次在美國 就是有這個私房菜的概念出來 對 謝謝 請我坐在這裡嗎 最早來美國的印象的話 可能特別是在當地人的心目當中 會覺得中國菜是一個 不是他們的首選 他們對中國菜不是很尊重 像你說的 覺得非常要很大 然後要便宜 他們可能更多的覺得 像一些擺盤 或者一些其他好像是西餐 會更有一些比較藝術性的考慮 但其實中餐也有很多 只是說他們一開始接觸到的 中餐還比較少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中餐 很高檔的部分 我們這邊在San Francisco 就想把我們中國文化這一方面 介紹出來 所以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菜 一定要讓Western World 讓他們瞭解我們的 Sophistication 文化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中國的文化 在美國已經越來越流行了 比如說其實好多年前 美國人已經有很多開始打麻將的 Yes 現在已經變得 就是美國的老年人 很流行打麻將 然後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個視頻 美國這邊的廣場舞開始了 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它其實是一個很happy的事情 OK 這邊是我們第一道菜 這個盤子叫九宮格 九宮格大家中國應該都知道 九個圓圈一個square 這個pattern是幾千年的歷史 甜 鹹 酸 苦 麻辣 香 鮮 薰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特別好 每一個味道長一點點 然後給你一個好像是有點掉胃口 並不會讓你一個味道吃到飽 我已經說到很餓了 那你試試看 我要從甜的開始 從甜開始 桂花糯米 其實我好多年前 在美國這邊的時候 就特別希望在這邊 會有更多的高檔的中國餐廳 因為真的會有國外的朋友 認為就是中餐 好像它就應該是便宜的 應該就是很隨意的 像快餐一般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那個餐廳 一進去之後 又感覺特別的不一樣 你看他們的服務員 兩個人還有動作很統一 很標準的 要準備好 然後給你上菜 就覺得很有儀式感 這一道菜是我們一個大菜 就是東坡肉配海參 肥瘦的間距是差不多的 對 中國人對這個很有講究的 這個是非常軟 到瘦肉的最下面才需要這樣動一下 上面基本上就 你把刀直接放下去 中國菜 中國味道 那一頓飯是吃得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它有了更多的中國的文化 然後它也保留了原本該有的味道 正宗的中餐是很好吃的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去提倡文化輸出的時候 就不要盲目地去混合文化 你應該是很會燒菜的 是 我是自己做飯的人 這個是很多很多年前 寫這個歌的作者是跟我一起去的 還蠻符合作為一個外來的 遊客的那個狀態看到的感覺 我那個時候的注意力不在這裡 我沒有一個很慢慢的心境去體會 我到了一個新的城市 這個城市帶給我什麼樣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過程 這真的是成長的過程 很多東西你就必須要到了過了多少年後 你再回去看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原來那個時候 我也許感覺怎麼樣 你都不敢肯定 因為過了很多年 人的記憶也可能有偏差 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對唱歌本身這件事情的感覺就不一樣 然後你慢慢地遇到很多事情 對很多東西的看法不一樣 你的表達方式自然就變了 我去了巧克力廣場 我覺得那邊大家很明顯就是很放鬆 很享受夕陽 溜達溜達 安安靜靜地四處張望一下 然後進巧克力廣場裏面 我也買了一些巧克力 一些我自己覺得我喜歡的口味 也是回去跟朋友分享 然後進巧克力工廠裏面 然後進巧克力工廠裏面 我也買了一些巧克力 一些我自己覺得我喜歡的口味 一些我自己覺得我喜歡的口味 也是回去跟朋友分享 看嗎 炸巧克力 送朋友 我也沒有那麼誇張吃這麼多巧克力 拿回去跟大家分一下 好吃的 好玩的 任何的 好聽的 我都喜歡分享 分享很重要 這是我這幾年學會的 以前想不到分享 我是覺得以前生活得太匆忙了 就突然有一天 你開始注意到這一些事情了 你開始把腳步放慢了 開始覺得自己不是變得敏感 而是學會選擇信息了 然後現在會稍微開始有這個意識 就是所有的信息要在心裡面過一遍 然後慢慢去花點時間感受 而不僅僅是路過 你聞一下 很香對不對 應該是那個牛排的味道 Sticks 那棵樹很漂亮 那棵樹像是撿了個平頭 有沒有 中間那個是什麼惡魔島嗎 遠處剛才真的是感覺挺恐怖 因為有點霧把他擋起來 我覺得人就是應該再把手臂打開一點 你要主動地去擁抱 你要主動地去擁抱 而不是被動地去接受 本節目路線 由美國國家旅遊局親情推薦 我還第一次進酒窗 那感覺特別不一樣 感覺特別不一樣 Wow the feeling so good 而且酒窖裡深場 特別適合唱歌 A little town As a quiet village Every day like the one 不一定你要唱歌的時候 你才是在做音樂 任何一個我這一刻在做的事情 其實它都跟音樂有關 我從來沒有見過白色的科技